今天是农历8月27 廉价过后恢复上班上课的第一天 先提供给大家天气方面的讯息 天气小叮咛有哪些重点提示呢 今天全台湾的天气 主要还是受到了东北进风的影响 不过水气明显比前一两天都减少许多 因此迎风面的桃园以北 以及东半部地区 今天仍然会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雨势会趋缓 其他地方则是维持多云稻情的天气形态 温度部分下雨的地方感觉稍有凉意 另外沿海空旷地区今天容易有强震风 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 接着来关心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 气温23到27度 降雨几率10%到30% 中部地区 气温23到32度 降雨几率0到10% 南部气温25到31度 降雨几率10%到50% 东半部气温23到29度 降雨几率40%到60% 离岛气温21到27度 降雨几率0到10% 继续要提供给大家一连串来自于 国际间最新的消息 先看到墨西哥西南部的格瑞罗州 受到了热带风暴的侵袭 大雨引发了河水泛滥 淹没了市区街道 外面中看到社区变成了湍急河川 民众踏出家门 真的是汪洋一片 热带风到马克思 导致当地有许多地方 惨遭洪水侵袭 所幸截至目前为止 并没有进一步的伤亡传出 至于这一阵子国际社会动荡不安 东南亚的缅甸现在也传出不平静 缅甸北部有一座难民营 在9号晚间突然遭到了炮击 造成29人死亡 56人受伤 难民营可以说是一片狼藉 几乎被移为平地什么都不剩 当地的武装团体表示 这一场可怕的灾难 是由缅甸军方所发起的 死亡名单当中 有不少是小朋友以及妇女 但面对种种的指责 缅甸军政府发言人 立刻出面否认 是这一次攻击的幕后黑手 至于在中东地区 以巴冲突 但现在也传出了 因为这一起冲突 全球油价上涨 国际分析师指出 战火可能蔓延到 邻近的伊朗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 这些主要产油国 好 被指控协助哈马斯的伊朗 今年以来一直在增加石油产量 如果卷入战火 全球有3%的石油供应将面临到风险 此外伊朗还一度扬言 要关闭原油运输要到赫摩兹海峡 一旦发生 全球大约有1%的原油出口 都会受到影响 镜头回到国内 从演艺当中新生发戏 我画图不停地改 我就不停地画 一投进去的时候你停不下来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使命啦 金藏演绎的分解动作 一整张的纯文字如何变得浅显易懂 新竹慈禧之工宋美玲 用巧手画板为简 核掌的部分 画出来 双手核掌 好 然后再画身体 普通一般核掌 我是很少画身体 那这 因为它是要右转 所以我会画出来 然后向右转身 再画个箭头 往右画个箭头 宋美玲之所以会有这一手 画娃娃图的功夫 全因27年前刚学手语时 画给自己方便学习用的 怎知画着画着 就变成了自己的一技之长 去学了以后觉得 我怎么都学不会 所以就开始回来 慢慢自己很草率地 就去画娃娃图 那有一次上课 我就把我的娃娃图打开 那老师就问我 你怎么有图 我说我自己画的 自己看可以 老师说没关系 那你就po出来让大家用 所以就开始一直画一直画 这些图对我们来说 都是很必要的 然后可以图对那个影片 这样就会更到位 看得懂 就练手练脚 就是拍点都有对上 像这个譬如传师 就是双手五指弯 而且它是你看动作 而且还把姿势画得非常清楚 然后身有病的时候就往上推 你看就是双手用力 而且还写得很清楚要用力 这次的无量义伐水送 宋美龄承担新竹地区的种子志工 除了交手语 也带领大家彩排练习 期待众人在演艺中新生欢喜 也把这份法喜延续到生活中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彭惠美 林郑宇 黄敏祥 新竹报道 继续来看到历史今天的单元 要带大家回顾在10月11号 有哪一些慈善足迹 先是来看到在2010年的这一天 台北慈济医院的希望小站 获得了卫生单位所颁发 癌症资源单一窗口服务的 标杆卓越奖 包括了医疗咨询 心灵资商 经济补助等等 要让癌症病患不需要在四处张罗 还有来看到在2018年 行愿半世纪正眼法师与慈济 这一本书在北京正式发表 慈济出版品首度有简体字的版本 至于在2021年大龄慈济医院 整合剂高龄缓和医疗中心 也接牌启用 结合老年医学科 加医科 一般内科等多个门诊 要提供高龄病患医疗上的需求 至于历史上还有哪些善的足迹 一起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2017年10月11号 南非暴雨发放 南非豪登省约翰尼斯堡 9号遭暴风雨及冰雹袭击 此地志工11号前往重灾区 比诺尼市帕方登区勘灾 13号为100多户灾民 发放毛毯 大米及日用品等物资 原来他受灾户大概有150户 因为很多人就这个屋顶也被吹掉了 有的已经已为平地 所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政府也把一些当地的居民 迁移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来发放的时候 大约有100户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尽数发完 2016年10月11号 台东豪雨关怀 受爱立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东县台马里乡 18户民宅 遭土石榴毁损 职工前往仿式关怀 发放节能位问津 与生活物资 并协助安置两户入室家庭 2005年10月11号 台北慈禁医院新联病房启用 上人祝福 来 您带好平共处 好 祝福您 照顾重症末期病患 安宁疗户 新联病房 谱写一幕幕人生故事 大爷漂亮吗 有女儿为了爱莫母亲 举办婚礼 主张问她说 我是不是想看我穿婚纱 然后她就给我点好 也定期邀约遗族团聚 让我们家属许多思念跟不舍 难过与遗憾 都能够把它化成坚强的力量 他们回去到底过得好不好 然后是否能走出他们 那个哀伤的一个阶段 那其实我们每年也会 就是办一个聚会活动 然后让他们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也让我们看看说 那他们现在目前 就是走到哪一个阶段 然后过得如何 启用至今18年 编织成一张爱的照顾网 1985年10月11号 台北分会吉林会所 赴奖钥匙经 为宣扬花雷茨基院建院理念 1985年3月18号起 一连三天 上人在台北分会吉林路会所 开奖钥匙经 那当时的公寓公寓室经 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建设 花雁做这个品宜 那当时 人材差不多是在台北 那么必定要 就花年到台湾 开始就泡糖露面 首次在吉林会所 申作奖金 之后虽定出每个月 上人致辞奖金三天 后来因为天暑地热 要是经因此停奖三个月 本日开始复奖 稍后的早安慈激情 要连线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 带大家认识慈激志工 所成立的运动教室 如何陪伴中风患者复健 重拾信心 一分钟后回到新闻现场 我喜欢你的与世无证 我爱你的驴衣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一堆树子没有感觉吗 这声响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氏的印记 高温冰墓 我坦诚相见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早安慈激情 今天要连线的地点是在哪里呢 是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 南非比台湾晚六个小时 现在是台湾时间 大约是早上六点四十六分 南非则是凌晨的十二点四十六分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主题是 慈激志工所经营的面包店里头 特别隔出了一个空间 成立了运动室 帮助的是中风患者腹界 十年如一日 真的相当的不简单 肯定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要来跟大家分享 因此邀请到的是 南非的慈激志工 黄义伟师兄 义伟师兄早安 早安 您好 好 第一个问题就要问问 义伟师兄 请您来分享一下 十年来我们帮助了 许许多多的中风患者腹界 到底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OK 我们就是要让病患彼此互相帮助 彼此成为对方的补充 举个例子 像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 有位病患 叫做艾玛 他是去年十月中风 他来的时候 他双手会抖动 然后他完全失去了讲话的功能 就像影片中 然后他就帮助其他的病患 让他们彼此帮助 像他就在这个影片中 他就是帮着另外一个病患 那在这个同时呢 南非人喜欢唱歌跳舞 我们就用唱歌跳舞的方式 让Alma的语言能力 慢慢慢慢的恢复 所以用他们喜欢的方式 开心的方式 让他慢慢完成 他的语言恢复的能力 好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中 看到的艾玛对不对 对 是 然后我刚刚听懂 义伟师兄所说的 就是主要是靠着两两一组 甚至是靠着南非人 非常喜欢唱歌的附件方式 然后带动像是艾玛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位主角 他的语言能力慢慢就恢复了 听说他现在复原的状况很不错哦 对 他现在复原的很不错 他现在已经跟正常人 没有什么差异了 他复原的非常好 然后呢 甚至他 他也开始慢慢的 在做更多的制度夺动 所以他像你看这个气氛他就很开心 所以一般的附件是很有压力 他就很开心的方式 边开心的唱歌跳舞 渐渐他的他的语言能力 就会回升 好 所以我们的确是在画面中看到 就是艾玛现在是完全就跟正常人一样 而且据说他在运动室里头 还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 对不对 这是一个怎么样奇妙的因缘 这个奇妙的因缘就是有一天下午 突然 有个志工就进来说 我变个新的个案哦 然后这个新的个案 大家都在传说 就在传这张照片 艾玛就突然说这是他妈妈 所以就很正经说 你妈妈做过我 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 他说事实上 因为他爸爸常年有造狱症 然后会用语言家暴家暴大家 所以他15岁的时候 就受不了一家出手了 所以之后30年 他都没有回过家 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听到他妈妈撞风 他也很难过 就拜托我们说 赶快去看他妈妈 防住他妈妈 但他不敢回家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不用担心我们一起去 我们大家保护你 你爸爸不会对你怎样的 然后我们就去看他妈妈 去了之后 他妈妈看到艾玛就立刻就 就觉得很激动 就眼泪就流出来说 他找这个女儿 找了30年都找不到 我们实际是怎么找到他的 然后我们就说 他现在是我们的志工 我们就是一起来帮助你 然后你看 之前艾玛学的 如何帮助别的病患 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妈妈 他之前学的如何唱歌 他就用那个唱歌 然后鼓劈他妈妈 就变成一个爱的循环 是 所以这一对母女失散了30年 然后因为慈祭重聚在一起 据说艾玛的妈妈现在也学习 手心向下帮助别人 对对 所以他现在 他妈妈也运动復健越来越好 他一开始是连站都站不起来 他现在已经可以做到 他可以不用任何的拐杖 也可以也扶着墙走路 而且这是我们一开始 帮助他妈妈的影片 一开始算很辛苦 连站都站不起来 接着到他现在可以用住行器走路 然后呢 他妈妈因为也开始学的帮助别人 所以就融入这个慈祭的大家族 大家都很欢乐 他妈妈也很开心去帮助别人 是 所以现在母女都是我们的生力军了 对你看那个妈妈 这个妈妈就帮助另外一位病患 把手抬起来 因为另外的病患的手需要 手部做固件 妈妈就可以帮别人做运动 对太棒了 人人都可以帮他量量 好的那我们谢谢义伟师兄 在南非 而且是今天现在凌晨12点多 跟我们连线分享了 这一对母女爱马 借由慈祭的中风运动教室 然后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然后现在母女一起加入 我们慈祭的大家庭 感恩义伟师兄的分享 感恩 好的今天的其他新闻呢 我们再来关注的 就是最近诺贝一连串的奖项 都在公布 而在10月9号 则是揭晓了2023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是由美国专精女性 劳动议题的学者 哥丁获得 而根据了解 哥丁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 毕业的首位取得 终身职业的女性学者 我们来看看她获奖的理论 包括有哪些 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多了个新身份 脸上满满笑意 经济学是诺贝尔所有奖项中 最少女性得主的项目 2023年终于第三度 屡历爆发 哥丁一大贡献 是首度全面性描述几个世纪以来 女性劳动市场 发现即使时代 和产业结构改变 女性劳动报酬 并非简单的线性成长 如果你看看 1973年女的婚姻 你能看到 她们从中二十年到中三十年 1948年女的婚姻 事情开始一样 婚姻的婚姻 并继续续续续 但是突然 她开始缺乏 女的婚姻 接近五十年和六十年 女的婚姻 其实比较少了 而且比较少了 入行曲线 显现家庭责任 是女性劳工跨世代的羁绊 此外 哥丁的研究 也推翻数十年来 女性收入低 是因为从事较低性工作的假设 她展示了 历史上 很多的解释 男人和女人 对他们的贡献 都不会出现 从别的任何一样 的轴级 职业 现在 我看见了 这些维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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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同工不同酬 是迫切需要改善的社会议题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无意损失珍贵资源 在疫情后大缺功的大环境下 尤其值得参考 大爱新闻邱凯文编译 苗栗为妇人特地到嘉义的大龄 慈激医院求医 手术过后恢复了行走能力 在第三四椎跟第四五椎之间 有神经压迫现象 苗栗51岁张女士 做骨神经痛18年 两年前在北部经历三次腰椎手术 不但没改善 双脚还疼痛不堪 张女士远从苗栗 来到大龄慈激医院 让陈金城副院长治疗 张女士现在可以正常行动 日常生活也没有问题 解决了常年以来的病痛折磨 大爱新闻江沛如 林慧平嘉义报导 要了解眷村文化 建议走一趟中立的中贞新村 主持人用活泼生动的口吻 搭配五彩缤纷的绘本 带大家回到台湾到处都有眷村的年代 这个故事的话 我们觉得蛮有意义的 虽然我们也不是眷村的地方长大的 但是总是他们住在这里 要让他们了解这里 当地的一些成长文化之类的 台湾有很多种子 那其实在眷村心里 我的小孩就是没有接触过 那想要拿去体验 不一样的文化背景时刻 绘本蒲晓英的新家 故事讲述中贞新村的眷村记忆 蒲公英的飘忽不定 代表从金山脚飘洋过海 到台湾的孤军 让小朋友可以了解眷村的故事 要把